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大家平安 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 我们一起纪念 伟大母亲在我们生命中的 点点滴滴 也实在很期待妈妈可以健康 可以长寿 可以长长久久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为 所有的妈妈们祷告 也为所有的 失去母亲的儿女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谢谢你 因为你创造母亲 透过她生养我们 爱我们 扶持我们 让我们感受到您的爱是何等的浩大 也是如此的亲近 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家庭的爱中 来成长 懂得领受爱 也学习分享爱 我们为此献上感谢 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为所有的妈妈献上祷告 求你纪念他们的辛劳 让他们能够有孝顺的儿女 有体贴的丈夫 让他们的生活里面虽然辛劳 却不至于突然劳苦 让他们所有付出的 能够被欣赏 得到好的回馈 主啊 虽然他们每日的辛劳 求你使他们健康 使他们享受 尝受一些喜乐满足的生活 主我们也更为那些早早失去母亲的儿女们祷告 主啊 你知道失去母亲是何等痛苦的事情 是何等令人难受的经历 主求你就用你自己来替代 你保抱他们 用父母亲的爱来爱他们 好让这些儿女在漫长的人生路里面 没有孤单 因为上主与他们同行 谢谢你 让每一年纪念母亲节 也让我们所有的女性的朋友 还有姐妹们 学习做一个好的母亲 来分享你的爱 同德福音的好处 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圣名来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